第二是张大师 师父 依依 一名至少是浑尸的人物向自己道歉 老杰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赶忙摇着双手道 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 我们也不好 大师 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 小三 你跟住大师进去吧 可一定要听话唐三点了点头 却并没有开口 之前 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 他的左手就已经抬了起来 袖件上的保险已经打开 如果眼前这位大师的话再晚一步 说不定 那门房咽喉处就会多一根短剑 唐门玄天保路总纲 第三条 确定对手是敌人 只要岂有取死之道 就不要手下留情 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在唐三看来 门房像杰克这样的老人动手 再加上他的刻薄 本身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同时 他也有绝对的把握 包括老杰克在内 没有谁会发现 那枚锈键是他发出的 没有证据 谁又能够说是他杀人 唐门的无声锈键弹速极快 只会有一道影子 又岂是门房那样的货色 所能闪躲的 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后 这才离去 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有再犯 你就不需要留下来了 他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 但却有一种 令人无法反驳的感觉 门房背后冷汗直冒 赶忙连声硬核柱闪到一旁 大师低头看向唐三 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 笑起来的样子 令人有些不敢恭维 拉起唐三的手 道 我们进去把大师的手柔软前爽 握上去很舒服 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 在他的带领下 唐三终于走进了这座学院 老师 谢谢您 唐三向大师说道 老师 我不是学院的老师 大师低头看了唐三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不是老师 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 大师摇了摇头 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他 今天却格外宽容 再次挤出一丝那种难看的笑容 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 才能代表学院 唐三恍然道 我明白了 那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 或者是领导吧 大师师校道 你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倒是很聪明 不过 你还是猜错了 唐三疑惑的道 那您是 大师道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 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 你和其他人一样 叫我大师吧 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 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武魂殿的证明上 写住你叫唐三是吧 唐三 你要明白 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 以后不要叫错了 除非 说到这里 他的话听了下来 眼中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 除非你真的愿意 让我当你的老师 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唐三问道 大师停下脚步 面对唐三站定 那你愿不愿意呢 唐三也自然停了下来 仰头看住面前的大师 此时近距离观察 又是从下向上看 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 嘴唇也很厚 他没有开口 既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大师看住唐三那双 正正看住自己的眼睛 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 好的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不开口有两层含义 一是不急着拒绝 以免得罪大师 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 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 大师像老杰克那样 抬起手在唐三头上揉了揉 天赋一柄 又如此聪明 看来 我也要执着一回了 怎么说 你也是这百年来 第三个双生武魂 听了大师的话 唐三大吃一惊 看住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 左手手腕也已经悄然抬起 眼中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 大师老神在在地看住他 微笑道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 一边说着 他抖了斗手中那张老杰克给他的证明 就是因为这张证明 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破绽 但如果我也看不出 那我也就不配大师这两个字了 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莱茵草的人 其中 拥有魂力的有16个 几率不到3% 而即使是拥有魂力的这16个人 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一级的 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时机 按照我所研究的 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 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 莱茵草显然无法满足 所以 我可以肯定 你应该还有另一个武魂 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 唐三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 辩驳到 凡事都有例外 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没错 凡事都有例外 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 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 天斗帝国与新罗帝国在最近100年以来 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两个 但天生满魂力却出现过19位 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 无疑不是强大的存在 年纪最小的一个 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层次 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以外 有五个事例外 第21章大师 师父 二 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 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 而这种意外 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 而根据我这么多年 对变异武魂的研究 没有任何一种武魂 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 而你的蓝银草武魂 又是普通的蓝银草 所以 我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变异武魂 那是什么 唐三问道 大师耐心地解释道 这就要先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 一个人拥有的武魂 与父母的武魂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为正常的情况 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 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 而其中一些例外 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 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 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 拥有一定的变异性 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 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 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 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 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 却只会变得弱小 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白痴的几率很大 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唐三点的点头 突然 他向后退开一步 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 紧接住 双膝跪倒在地 向大师恭敬地磕了三个头 这一次 轮到大师愣住了 你干什么 老师唐三恭敬地叫道 请您说我为图吧 大师笑了 很满意地笑了 弯腰将唐三拉了起来 傻小子 拜师为什么要磕头 你不知道这是指败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 只需要鞠躬就可以了 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与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 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 郑重地道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您应该受到我的跪拜 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 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 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 大师动容地看住唐三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好 好 看来 我果然没有选错所谓见微之助 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这师徒二人接触时间并不长 但大师对眼前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小的认识 走吧 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 他那原本潜爽的大手 因为激动有些微微出汗 诺丁出级魂师学院 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 主要分为几个区域 主教学楼 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 尽管只是出级魂师学院 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也非常严格 哪怕是夹在学院旁边 学员也必须在学院中入住 接受统一的管理 教务处在主教学楼一层 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 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师 还有两名年纪在三十以内的青年老师 给他打下手 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 向那位年长的老师道 苏主任 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公读生 麻烦你帮他注册一下 苏主任满面堆笑的道 大师 您怎么来了 希克 坐会儿吧 大师摇了摇头 向唐三道 你自己在这里注册 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我先走了 回头我自会去找你 唐三点了点头 恭敬地道 老师再见大师面露微笑 摸了摸他的头 转身而去 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 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 小伙子 你叫大师老师 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 唐三道 但他是我的老师 苏主任一乐 以拜大师为师 他的神色有些古怪 那是一种想笑 又强忍住的表情 唐三道 有什么不妥吗 老师苏主任连连摇头 笑道 没有 没有 没想到大师也会收徒弟了 不过 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 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 你明白吗 唐三点了点头 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 可没他涵养那么好 其中一人拿过五魂殿的证明 看了看 笑道 唐三是吧 作为学院的老师 我可要提醒你一下 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 任何一名魂师 不论是否从学院毕业 也只能任一名师父 否则 会被世人所不容 你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 哦 你还是先天满魂力 可惜 五魂是莱茵草 看到正名上的先天满魂力几字 在场的老师脸上都流露出惊讶之色 但莱茵草却令他们的惊讶 变成了惋惜 唐三有些奇怪地 看住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 有什么不合适的 苏主任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 道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它在五魂方面却是无敌的存在 反正你的五魂也是莱茵草 拜它为师也没什么关系 好了 就这样吧 这是你的东西 学院免费发放 你住在宿舍楼七室 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 去吧 谢谢您接过苏主任递过来的东西 唐三行礼后转身走出了教务处 苏主任给他的是一身标准的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 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前进 刚刚走出教务处 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声音传了出来 第二十二章大师 师父 三大师确实是无敌的 不过是理论上无敌 当然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 主任 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吧 那简直太可笑了 够了 大师是院长的朋友 不得妄自评价 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 在五魂界 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对吧 主任 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 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 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 就继续向外走去 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 当然不是针对于自己刚认下的师父 而是针对教务处理那三位老师的 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 就能看出自己是双生五魂 并且断定自己另一个五魂非常强大的人 会只是一个笑话吗 理论无敌 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 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 传授的是知识 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 宿舍楼只有一栋 很好找 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里 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 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 尤其是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之中 更是如此 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 一座宿舍楼已经完全可以负担了 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 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 为了更好的统一管理 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一住在一座大的宿舍里 而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每个年级的学员 也不过在四十人左右 宿舍楼的下面三层 就承载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 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负责 七舍是这七间学员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 条件也是最差的 是专门给工读生住的地方 毕竟学院不是善堂 工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 但待遇也不可能像普通学员那么好 七舍也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 不论年级 所有工读生都在这里居住 唐三刚刚走到七舍门前 就听到里面传来的喧闹声 门开着 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 这是一个宽阔的房间 足有近三百平方米 里面摆放着一共五十张床铺 但也只有床铺 有被褥的只有十一床 此时 里面正有七八个年纪在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孩子喧闹住 唐三在门上敲了敲 说话的孩子们目光顿时朝着他的方向转了过来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 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 朝着他走了过来 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两个头 身材在他这个年纪已经算是比较魁梧了 走到唐三面前 有些居高临下地看住他道 新来的宫读生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 你好 我是从圣魂村来的宫读生 我叫王圣 五魂是战虎 未来的战魂师 也是这里的头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五魂是什么 我叫唐三 五魂是蓝银草 蓝银草 什么时候蓝银草五魂也能修炼了 王圣摆出一个极度吃惊的样子 宿舍里的孩子们大都跟住爆笑起来 看唐三的眼神就像是看白痴一样 唐三依旧面带笑容 请让让好吗 王圣没有理会唐三的话 小三子 我是这里的老大 以后你要听我的 知道没有 唐三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我叫唐三 不叫小三子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 小三他不会在意 或者是善意的称呼也没什么 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 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圣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 推得他后退几步 我就叫你小三子 怎么了 不服气 唐三笑了 轻轻地摇了摇头 把手中的笑符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 正在王圣有些纳闷 他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 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 其他的学员清晰地看到 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 既然已经来到王圣背后 也不回头 右臂曲起 一轴打在王圣的腰间 同时 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王圣的右脚前 王圣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跌了出去 亮呛柱摔出宿舍门口 幸好他下盘力量不错 既然没有扑倒 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 臭小子 你敢打我 王圣大怒 一转身 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 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 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 至少不要被干扰正常的生活 所以 他肯定地认为 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 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 眼看着王圣扑来 一拳打向自己胸口 唐三不退反进 迎着王圣踏前一步 他这一步正好踏在王圣身前 同时左手一引 右手一带 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 王圣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 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着一般 竟然改变了方向 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 脚下又正好被绊到 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 这次的平衡可没那么好掌握了 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 已经用上了唐门绝学 控和擒龙之法 借助王圣本身的力量 再加上他自己的力量 王圣扑通一声 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 第二十三章大师 师父 四 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 那么接连两次将王圣摔出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其他孩子们看住唐三的眼神 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 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 从王圣喉间响起 隐约中 能够看到他身上 冒起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 扑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 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 五魂 他动用了五魂的力量 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 电光石火间闪过 可是 五魂又如何呢 眼看着王圣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 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 同样呈爪形 迎上了王圣的手 双脚脚尖同时向内 膝盖围曲 做出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 四手相接 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使用 那么眼前就是完全变成了 力量上的较量 两双大小不同的手 已经抓在了一起 王圣显然已经被唐三激怒了 脸上流露出一丝争鸣 此时 他已经使用了自己的五魂战虎之力 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 但至少要平级力量 让这个使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 暗倒在地 胡找发力 王圣完全有理由相信 平级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 压倒眼前这个小子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唐三虽然瘦小 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进千次 力量又怎会平常 就在王圣发力的同时 他清晰地感觉到 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几号的手 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几乎在一瞬间 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 王圣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 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 紧接着 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 王圣本身就是从空中下扑的 唐三这一后跃 顿时把他带得失去了平衡 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 心中顿时大叫不好 唐三这一息是朝住他鼻子去的 王圣知道 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 单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 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 就在这一瞬间 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 而就在眼看就能重创对手的时候 唐三的双手却突然松开了 在力量上他占据住主动 自然能够说退就退 同时弯曲的右膝伸站开来 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圣的胸口上 这是一记弹腿 用力形成不长 但瞬间爆发的力量却绝对不弱 哪怕唐三把踢的力量更多地转化为送 也依旧是如此 宿舍里的学员们眼看住王浩的身体 在空中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高难动作 砰的一声 整个人已经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 唐门虽然以暗器注明 但实际上 唐门的擒拿手也极为厉害 只是因为暗器的光环过于耀眼 才被掩盖了而已 控鹤擒擒龙不只是运力的法门 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擒拿手法 其中分精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 当然 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就是了 这一次 王胜摔得不轻 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 看住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惊怒交加 不论怎么说 他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 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的 唐三拿起自己的校服 现在你可以让开了吗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来 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前进的道路 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 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 笑 哦 不 唐三 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王胜试探着问道 魂技 这个称呼 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魂技是什么 王胜挠了挠头 道 就是平级武魂使用的技巧 不过 你的武魂真的是蓝银草 抬起右手 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中涌出 唐三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 他并没有说谎 听到魂技二字 其他学员虽然涉于唐三的厉害 但还是围了上来 那真的是魂技吗 好厉害 连王胜大哥都不是对手唐三摇了摇头 那不是魂技 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 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一个年纪比唐三大不了多少的学员 眼神一暗 我们只是工读生 本来学费就是被免出的 哪里来的被褥啊 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 要不 你先用我的把唐三白手道 不用了 谢谢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王胜走到唐三面前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他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 也学了有五年的时间 要是连唐三收习改替 是为了避免重伤 他都看不出来 那就白学了 唐三淡然道 我们是同学 又不是仇人王胜眼中 闪过一道复杂的光芒 刚才对不起了 每一个到这里的工读生 都要面对这些 我们工读生 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 所以 我们必须要团结 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 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 唐三玩耳一笑 道 所以 就要给我个下马威吗 王胜脸一红 流露出几分憨厚的笑意 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 不过 你还真是厉害 你应该才刚到六岁吧 唐三点了点头 第二十四章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衣 王胜拉开床前一名学员 也不客气 在唐三旁边坐了下来 唐三 你打败了我 以后 你就是咱们七舍的老大了 唐三赶忙白手 道 我是来学习的 王胜正色道 这是规矩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老大 你以为老大是好当的 我可不是跟你谦虚 你看一边说着 他拉开了自己两条校服的衣袖 唐三吃惊地看到 在他这双手臂上 竟然足足有七 八处青紫色的伤痕 王胜苦笑道 这是昨天刚到学院时弄的 我们这些公读生 都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 其他宿舍的学员经常会欺负我们七舍的人 作为宿舍的老大 必须要替兄弟们出头 我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呢 其他学员都点了点头 看住唐三 脸上流露出一丝稀奇的光芒 正义感是侠客的基本要素 保护弱小自然包含其中 唐三当年在唐门受到的这方面教育 可谓是多不胜数 文言也不再推辞 那好吧 我不会看住宿舍的同学 被欺负的正在这时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这里是七舍吗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 眼睛顿时有些直了 只见一个翘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 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 身高也几乎一样 俏丽的小脸白里透红 粉嫩嫩的样子就像熟透的水蜜桃 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 尽管她的衣着非常朴素 但看上去却十分整洁 黑色的长发 竖里成一个蝎子辫垂过臀部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 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 宿舍内的学员都是男孩 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 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袋的样子 唐三忍不住低声向王胜问道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王胜点了点头 同样压低声音 道 大家还都是孩子 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 据说到了终极魂师学院才会区分开 真是怪了 去年一个攻读生都没有 今年却来了两个 老大 上 给她的下马威 不用了吧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了这所谓的七色老大 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让她去欺负一个女孩子 她实在做不出来 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 看住里面没人理会自己 再抬头看看门上那七色的标牌 脸上流露出甜丝丝的微笑 你们好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王胜在唐三后背上连筒 示意她不能破坏宿舍的规矩 唐三无奈之下 只得站起身朝着女孩走了过去 你好 我叫唐三 是是这里的 老大二子他实在有些说不出口 脑中灵机一动 是这里的社长 你叫我名字就行了 请问 你的舞魂是什么 小五眨了眨大眼睛 微笑着道 我的舞魂是兔 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 你呢 他一笑起来的时候 脸上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说不出的动人 唐三道 那你岂不是正好课我 我的舞魂是你舞魂的实物 蓝银草从来没有和女孩子交流的经验 当初在唐门 他也只是天天沉迷于暗器之中 此时竟然有些紧张 小五扑斥一笑 道 你真有意思 不让我进去吗 这个 是这样的 我们七社有个规矩 新来的攻读生 要展示一下自己舞魂的实力 所以 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唐三阿阿安慰住自己 切磋 不是欺负人 自己小心一点 别伤到他就是了 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 小五有些怪异的看住唐三 你确定 唐三点了点头 道 确定小五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一旁 脸上流露出几分兴奋 好啊 那来吧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 他的右腿已经屈膝而起 脚尖瞬间弹出 直奔小三的下巴踢去 看上去力量并不怎么大 但速度却非常快 吓了唐三一跳 身体朝左侧一闪 让开踢来的脚 同时右手抓向小五的脚腕处 右脚习惯性踏出 肩膀靠向小五的胸膛 一是标准的铁衫靠 在正常情况下 单脚支撑身体的小五 要真的被唐三这样靠上 那么 他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 当然 唐三是很有分寸的 他心中已经想好了 只要小五一失去平衡 以自己的速度 绝对来得及拉住他 同时他那一靠也没用多少力 只要算是鄙视过了 也就算过关了 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 看住唐三和小五动手 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 眼中一彩连连 努力地记一住 他发现 唐三的动作虽然很简洁 但却非常有效 但是 事情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 进行下去的 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五的脚腕时 突然觉得手中一滑 是在毕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 紧接住 小五踢空的腿顺势一横 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 他的双手轻轻一挡 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 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 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 第二十五章 我叫小五 跳舞的五二 此时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怪异 小五的两条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 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 上身后仰 双掌撑在地面上 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般 竟然就那么绞住唐三的脖子 将它向后摔出 幸好小五年纪小 此时穿的是裤子 如果换成裙子的话 那恐怕唐三从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 当小五第一条腿 缠上他脖子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做出一些反应 但因为腿抬起 小五的裤脚自然滑落了几分 贴上唐三脖子的小腿 已经没有了遮掩 白嫩的小腿 传来一种女孩子肌肤特有的滑腻 顿时令唐三的情绪波动了一下 反应也自然慢了半拍 当小五双手撑住地面 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 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 毕竟人的脖子是脆弱的 他又还只是个孩子 一旦平级功力硬扛 脖子很容易受伤 不得已之下 他也只能任由小五将自己的身体摔出 唐三发现 小五这种双腿用力 以手撑地的方法 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出来 竟然和父亲教自己那种 以小腿发力 抡垂的方式有些类似 仰面摔倒在地 小五的力量并不大 唐三又有玄天弓护体 自然是不会受伤的 摔出唐三 小五已经灵巧地站在地面上 转过身 似笑非笑地看住他 翻身爬起 唐三可不是王胜 输了就是输了 大意不是理由 他知道 小五在把自己甩出去的时候 已经手下留情 否则 他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双腿 可不只是摔人那么简单了 这种技巧 唐三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中 似乎没有类似的方式 不过 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 如果那时候自己的反应快一点 如此近距离地接触 攻击到小五身体 似乎并不困难 我输了 能不能告诉我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 唐三脸微红 心中暗响 自己恐怕是七射 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 小五笑音音的道 我这个叫柔记 利用身体的柔软 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此时 先前观战的宿舍学员们 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尤其是王胜 之前唐三击败他 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的感觉了 而此时 唐三被眼前这个漂亮小姑娘 一击至圣 他早已更大了眼睛 心中暗响 今年来的攻读生 怎么都这么厉害 唐三对宿舍老大的位置 本就没什么想法 道 按照宿舍的规矩 你打赢了我 以后你就是宿舍的社长 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 小五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 惊讶不多 欣喜知情大圣 老大 似乎很好玩 好 那以后我就是你们老大了 当这个攻读生 似乎很不错嘛 小五选择了唐三旁边的一张床 把自己的行李 从背上摘下和校服放在一起 那个 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 咱们学院的情况 小五看住不吭声的众人问道 此时这些学员们 才渐渐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小五刚才摔出唐三那一下 利落之急 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 还是王胜站了出来 我们这些攻读生 其实就是负责打扫学院 具体的工作 是由专门负责我们的老师安排的 学院一共有六个年级 每个年级一个班 老大你和唐三是新来的 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员 剩下的我们这些人 至少也是三年级的 我今年升入六年级 学院每天上午上课 下午自行修炼 上午一般是两堂课 一堂是文化知识 一堂是讲武魂 我们攻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 从而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些攻读生中 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 不但是受武魂 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寿中之王 他的魂力已经有九级 再升一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 从而获取魂环提升称号 听完王胜的话 小五看了唐三一眼 道 唐三 你的魂力多少级 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 唐三也不隐瞒 毕竟他这表面上的武魂 是最废柴的蓝银草 我是先天满魂力 所以力量比较强 先天满魂力 学员们顿时惊呼出声 王胜心里终于平衡了 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 战胜自己也是应该的 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 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 王胜心中信心十足 心中暗想 自己的武魂是战虎 等到自己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 进入到魂石称号后 他那蓝银草肯定不是自己战虎的对手 小五眨了眨眼睛 难难地念叨了一句什么 其中还有一个枕头 大师显然已经为他想的周全了 第26章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三 莫横道 唐三 你和小五是一年级的工读生 你们以后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 每天十个铜魂币 记住每天都要打扫 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前进 否则会扣你们的工资 如有代工现象 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 听清楚了吗 唐三和小五同时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莫横道 明天是开学典礼 后天开始正式上课 一年级在教学楼一层一班上课 后天你们准时上课就行了 从后天开始 你们在正常进行工作 我会不定期抽查 好了 你们先休息吧 王胜 这里你最大 把规矩都和他们说说 抱住怀中的被褥 唐三心中一阵温暖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大师那有些僵硬的面庞 被褥 这似乎是个问题 小五呆呆地看住 唐三手中的被褥 眼中流露出几分尴尬 工读生都是穷孩子出身 也比贵族后代懂事得多 几个机灵的学员立刻有人道 老大 你先用我的褥子吧 我把被子半铺半盖就行了 另一人道 老大 那你用我的被子 我拿褥子也能勉强用了 小五看了看这些工读生的铺盖 虽然不能说有多么肮脏 但大都破破烂烂的 周梅道 你们别老大老大的叫我 多把我叫姥姥王胜道 那怎么行 这是规矩 小五道 既然我是老大 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 这样好了 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终于落在唐三手中的铺盖上 唐三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唐三愣了一下 心中明白 小五恐怕是看上自己手中的铺盖了 他倒不是小气的人 但这铺盖是大师刚刚送给他的 心中多少有些不舍 但小五又是女孩子 商量什么 小五道 看你的被褥挺大的 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 这样好了 我们把床并在一起 我们不就都有的用吗 大 一起用 唐三看住小五 他的心智可不是六岁的孩子 尽管现在自己和小五都还很小 可这睡在一起 男女瘦瘦不轻 这不好吧 小五哼了一声 道 有什么不好的 我都不在乎 你怕什么 还怕我强奸了你啊 呃 都说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 可眼前这女孩儿可才六岁 唐三被叶的说不出话来 其他学员看住他们 有羡慕的 有看好戏的 大都面露笑容 却谁也不说话 啊什么 快点 拉床过来 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小五有些不耐地催促道 唐三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床 推到小五床边 小五接过他手中的被褥 先把褥子铺在床上 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 确实很大 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 但也都能覆盖70%以上 小五把自己的包袱 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床缝处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 以后这就是边界 你要是越界 可别怪我不客气哦 看住小五布置边界 唐三反而松了口气 赶忙点点头 把自己的包袱放过去 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 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 当然是有分界线的 王胜道 该吃午饭了 小五姐 唐三 一起去把一天要吃 小五立刻跳了起来 兴奋的道 好啊 吃什么好吃的 王胜和其他公读生面面相去 苦笑道 我们公读生能吃什么好的 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 凑合一下就是了 唐三摇了摇头 道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家里穷的叮当响 唐浩的钱都换酒喝了 为了不饿肚子 他特意带了一些钱粮 是他自己做的粗饼 简单果腹还是没问题的 后天开始工作后 就有工资拿了 看住唐三身上的补丁 王胜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不勉强 小五姐 那我们走吧 小五脸上的兴奋突然凝固了一下 吃饭是不是要花钱 就是那个魂币什么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力不弱 恐怕王胜就要骂人了 吃饭花钱还用说吗 谁会给白吃的午餐 不过他自然也看得出 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 也是囊中羞涩 王胜豪气的道 没事 这样吧 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吧 唐三 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 一起去吧 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 就是了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他对钱一向没概念 王胜的痛快很合他胃口 小五更是立刻没开眼笑 看着王胜大有送秋波的意思 不过一想起他那柔记 王胜可是离他远远的 之前他摔唐三时 脸上还带着笑容就已经出手了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兴奋起来 顺便也给自己来一下 包括唐三和小五 一行十一人出了七社 在王胜的带领下朝着食堂走去 食堂在教学楼内 要穿过整个操场 此时操场上已经热闹起来 能看到不少身穿学院校服的学员 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显然都是去吃饭的 诺丁初级魂式学院的食堂很大 足以容纳六个班级 加上老师一共三百余人吃饭 此时食堂的窗口已经排起了大队 食堂一共分两层 单是一层大厅就有三百个位置 第二十七章我叫小五 跳舞的五四 这不是王胜那帮穷鬼吗 刚一进入食堂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唐三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群高年级学员 站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上 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这边看过来 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 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学员 眼中流露着浓浓的不屑 正朝着王胜摇手指 穷鬼就是穷鬼 恐怕永远也不能到二楼吃饭 再来食堂的路上 王胜已经将七社老大 要为公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 小五爽快地答应 此时见有人挑衅 顿时气往上撞 你是什么东西 二楼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五身边一名公读生 低声在他耳边道 二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 价格很贵 我们确实是吃不起的 小五身材和唐三差不多 之前被王胜遮挡在后面 此时一走出来 楼梯上的那些学员 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 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睛一亮 好漂亮的小萝莉啊 可惜是个公读生 王胜 老子现在要去吃饭 这次放过你说着 一群人顺着楼梯朝二楼而去 小五抬脚就要追上去 却被唐三一把拉住了 算了 我们是来吃饭的 小五有些鄙夷的 看了唐三一眼 你这么怕是的 唐三没有解释 镜子走到买饭的队伍尾端 排起了队 唐门门归 凡唐门弟子 不可轻易招惹是非 但如有主动侵犯者 须以雷霆还之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 这学院里的学员 不论性格如何 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 让他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 却和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较近 唐三可没那个兴趣 不过 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 却令王胜更加欣赏 正在这时 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 赶忙走了上去 老师 您也来吃饭了 来得正是大师 朝他点了点头 道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唐三恭敬的汉手道 谢谢老师的被褥 大师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跟我到二楼去吃饭吧 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 唐三摇了摇头 道 不了 老师 我还是和摄友们一起吃吧 他从来都不想做个特立独行的人 大师也不坚持 点了点头 道 好 你这样做是对的 去吧 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说完 镜子上二楼而去 不知道为什么 唐三觉得 大师和自己的父亲有点像 虽然父亲的话很少 大师的话比较多 可他们在气质上 却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尤其是大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哪怕是在他笑的时候也会令人感到严肃 王胜来到唐三身边 你认识大师 唐三点了点头 道 他是我的老师王胜样子古怪的道 不会吧 你拜大师为师 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 在咱们学院 大师只是客亲式的人物 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 才留在学院里的 说不好听点 就是一个赤白石的 听说 大师快五十岁的年纪 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 五魂只有二十九级 恐怕一辈子 也不可能再突破了唐三抬起头 严肃地看住王胜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 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 这是第一次 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谢谢你的好意 我想 还是不用你请客了说完 他转身就朝食堂外面走去 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 一时间愣在那里 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样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对唐三来说 绝不只是嘴上说说 既然拜了大师为师 他对大师就是 发自内心的尊重 如果刚才说 大师吃白食的 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 而是另一个人 恐怕他直接就动手了 王胜有些懊恼地道 莫名其妙 这小子有毛病吧 小五看住唐三离开的背影 虽然他还穿着满是不定的衣服 但不知不觉 瘦小的身材 似乎多了几分高大的感觉 就助清水吃过前凉后 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 这次他没有走进去 站在食堂门口静静地等住 过往的学员 有不少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却像是没看到一样 眼睛下垂 看也不看他们 等了足有半个时辰的功夫 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 和他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 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 相貌要比大师英俊几分 下巴微微有些前凸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走吧 小三大师像站在食堂门口的唐三 打了声招呼 大师身边的中年人笑道 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 大师点了点头 中年人拍了拍大师的肩膀 好吧 祝你成功 我先走了说完 他看了唐三一眼 这才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 大师的住处 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 只有三十平米左右 里面的东西也很简单 只有一个站了两面墙 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 吸引了唐三的目光 第二十八章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 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 递给唐三 先吃了吧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伙食太差了不行 唐三愣了一下 打开纸包 只见里面放着两个鸡腿和一个馒头 本身还是温热的 老师 行了 赶快吃吧 吃完饭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年轻的时间不能耽误 大师脸色平静而严肃 淡淡地说道 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 唐三的胃口又不错 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 都吃了下去 大师倒了杯水给他 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来 你今年六岁 先添满魂力 双生五魂 把你另一个五魂释放出来 让我看看唐三点了点头 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五魂 就没有什么可以瞒的了 抬起左手 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 再次凝结成那柄不大的锤子 因为在来学院之间那段时间的锻炼 在身体力量上太有了不小的进步 此时也勉强能够握住锤子 不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 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 大师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眼中流露出极为激动的目光 死死地盯视住锤子 难难地道 唐三 唐三 姓唐 好了 你把五魂收起来吧 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 没有我的允许 以后也绝不要给这个五魂上附加魂环 这一点你要牢记唐三有些惊讶地看住老师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 为什么不能给这个五魂附加魂环 大师眼中激动的光芒渐渐淡化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唐三道 是村里的铁匠 铁匠 大师的目光有些古怪 叹息住摇了摇头 铁匠 锤子 倒是绝配 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 你只需要记住 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五魂 并且给他附加魂环 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 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 老师也如此说 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我会的大师道 明天是开学典礼 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 不过 这对你来说 只是耽误时间而已 现在耽误之急 是令你的五魂能够继续修炼 上午收你为徒后 我仔细想了想 明天一早 你就先跟我离开学院 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 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 唐三文言大喜 只有获得魂环之后 他才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宫 是不是因为魂环而受到了约束 大师的做法正合他意 赶忙痛快地答应一声 大师继续道 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 你不用担心 来回的路上 我会教导你五魂的知识 唐三 对你的蓝银草五魂 你有什么看法 唐三道 所有人都说他是废五魂 不过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作用 也都有他的特性 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 也应该如此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不错 每个五魂都有自己的特性 我的研究之中 低等五魂占了很大的比重 我一直主张 没有废物的五魂 只有废物的人 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 那么 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 五魂的发展方向 唐三一乐 五魂的发展方向 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大师道 这要从五魂本身的分类来说 从总体上区分 五魂只有两大类 瘦五魂和气五魂 植物类五魂也包含在气五魂之中 像你的两个五魂都算是气五魂 气五魂和瘦五魂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表现形式上 瘦五魂在使用时 是将瘦的力量附加于自身 也就是附体效果 平级人体与瘦五魂的结合 来增强本身的实力 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 而气五魂则完全不同 所有的气五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 因此 气五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瘦五魂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的五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 最常见的水道 那么 你的五魂就可以当成食物 并且因为其实由魂力形成的 效果会比普通水道更好 唐三吃惊的道 五魂也可以吃嘛 大师肯定地点头道 食物类的气五魂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 高等级的食物系气魂师一向是军队最可求的人才 一个超过三十级的食物系气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百名战士食用 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 唐三代代的道 我还是不明白大师耐心的道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 都是对能量的补充 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 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 那么 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并没有两样 同样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唐三听得有点似懂非懂 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了 也就是说 气五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 是把大师道 凡事无绝对 有些气五魂的拥有者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 譬如 如果你的气五魂是一把剑 可以当作武器来用 那么 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 像外面所说的神器 其实就是气五魂的战魂师 把自己的五魂修炼到巅峰 就可以成为神器了 虽然有气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 但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 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 如食物系 侦察系 战斗系 治疗系 控制系等等 现在 在获取魂环之前 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五魂未来发展的方向 魂师的五魂修炼 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 第29章小五一 也就是说 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 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 不一定要完全一样 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 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冲突 反而制约了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 说到这里 大势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 很多人都认为 蓝银草是废物魂 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 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 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时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 哪怕是成为战魂师 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唐三点了点头 道 老师 您是研究五魂的大师 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 那就请你指点我吧 大师也不客气 毕竟 在他眼中 唐三只是个孩子 征询他的意见也只是向征信的 一说起五魂 大师的情绪明显变得兴奋起来 缓缓点头 道 我建议你未来朝住控制系的方向发展 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 也可以说是弃魂师 本身属于二者之间摇摆的存在控制系 唐三问道 老师 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大师道 所谓控制系魂师 指的是平级自己的五魂来限制对手 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 譬如 拿你的蓝银草来说 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 但也不是没有优点的 蓝银草也有优点 在自己的蓝银草五魂觉醒之后 唐三还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 结果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也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 随处可见而已 大师抬起右手 伸出一根手指 道 首先 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 比食物系五魂的消耗还要小 这就决定了 你可以平级自身的魂力 大量地使用它 唐三点了点头 大师说的没错 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 在少量释放的时候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注入五魂的话 这蓝银草长到十米以上长度 才会让它稍微感觉到一些 对魂力的负担 大师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其次 蓝银草太普通了 所以 它的迷惑性也就比其他五魂要大得多 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 更是如此 哪怕你在它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五魂 它们也未必能够发现伸出第三根手指 第三 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丰富 因为它本身的低端 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 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 就令它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五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唐三惊讶地问道 大师道 当然 如果自身五魂与魂环属性相克 想要把魂环附加在五魂上 就会出现排斥现象 比如 兽五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 五魂虽然是能量体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生命体 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如果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 自己恐怕就先要中毒了 兽五魂中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 而不转嫁给宿主的 但蓝银草就不同 它本身是植物 又弱小 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不困难说着 它又伸出第四根手指 在你身上 还有第四个优点 那就是先天满魂力 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 强大的蓝银草魂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蓝银草五魂觉醒之后 所能附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太小了 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 天生魂力过于弱小 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 在修炼后期 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 但你不同 你是先天满魂力 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 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 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 所以 修炼蓝银草 对你来说绝不吃亏 唐三心中暗暗赞叹 不愧有大事之称 自己选择拜它为师一点都没错 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 都能在他的分析中多出如此之多的优点 可见他对武魂的研究是多么深入了 那些老师说这样高深的一位武魂研究者只是理论流的怪人 简直是滑稽 大师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继续说道 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蓝银草武魂朝铸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力的 草是柔软的 可以随意控制变成各种形态 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作绳子来用 捆住敌人唐三道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 一阵就会断裂 怎么能困得住人呢 大师道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 朝控制系方面发展 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坚韧 另一个则是毒 随着魂力的提升 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 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 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 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 困住敌人并不困难 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 自然也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 这下唐三算是彻底明白了 限制敌人附带毒素 如果蓝银草真的可以做到的话 那么自己的暗器以后就不是打一动吧 而是固定版了 当然 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建立在它先弄清楚魂力 魂环和自己的玄天宫之间的关系才行 毕竟 它那所谓的先天满魂力 可是通过玄天宫修炼带来的 而不是来自于武魂觉醒 所以这个简单就能够找到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一切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切都可以做到的